尽管西蒙议决统一使用西蒙旗帜征战大选 但是沙拉越火箭决定沿用之前州选的策略 那就是继续的使用火箭标志上阵 州主席张建仁也同时宣布 沙州火箭将竞选八个国席 并且极力捍卫当中的六个议席 所以因此很重要 我们必须抑制六个议席这些 为了保持有机会 建立政府的 我相信 如果我们可以抑制或抑制六个议席 有可能性的 张建仁在记者会上指出 这六个关键国席分别是 马氏家庭、石旦兵、古静、四里街、诗屋和南兰 另外的行动党也会出战西联和明都鲁 沙拉越火箭这次竞选八席 实际上比上一届大选少了一席 也就是家伯国席 因为考量胜算后 家伯国席将改由公正党上阵 与此同时 沙粤行动党候选人方面大致上已经敲定 明天和后天就会陆续揭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